加全指数今日振幅71.37点,明显没有波动 成交量相较于上周五亮缩 5月18的跳空缺口,突破了区间整理 后续可观察缺口是否回补,判断多方强度 月线、季线后续也会出现黄金交叉,利于多方趋势 贵买指数明显强于加全指数,上涨0.85% 收盘突破了下降趋势线,但上方颈线依然值得观察 突破后走势会像加全一样走出WD形态 put call ratio为113.5,盘面有支撑 观察选择全位平仓,16000put增加3155口为最大量 但最大位平仓为15900put 反观call为16450增加2922口为最大量 16400口为最大量位平仓 call的部位没有往前移动,依旧往后增加口数 恐慌指数近日开高走低 波动明显下降 上周短短几天上涨700点 可观察波动是否先产生完 加全上涨648与下跌240明显有差距 但加全无明显涨幅而是贵买指数 个股出现了中小型股活泼 大型股相对弱势 后续可多加留意中小股 观察是否有机会产生新的行情哦 欢迎有任何想问的可以在下方留言按赞分享